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13号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毛雷尔 习近平高度评价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成立150年来 在国际人道主义事务方面所做的大量工作 感谢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积极参与中国人道救援 习近平表示红十字不仅是一种精神更是一面旗帜 跨越国界种族信仰引领着世界范围内的人道主义活动 人道主义事业是全人类共同的事业 相信红十字精神将不断发扬光大 习近平强调中国高度重视和支持红十字事业 愿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加强合作 积极参与国际人道援助为更多弱势群体提供帮助 在力所能及范围内履行国际责任和义务 为国际人道主义事业做出更大贡献 毛雷尔感谢中国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支持 表示中国有着重要的国际影响力 为国际红十字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愿进一步扩大与中国的合作 更好的在世界范围积极开展人道主义救助活动 来自然之一